哈囉 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Olderman 耶 歡迎回來 感謝各位連載的支持 對於這個連載的支持 我在講什麼 總而言之呢 死又噴上來了 這個左上角的死非常的簡潔有力 就像是在歡騰慶祝我們這個第七集 再度開載這樣子 那一樣呢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把它分享出去 你看連嘟嘟鳥都興奮把蛋孵下來了 記得按下你的喜歡 以及你的留言 以及你的分享 以及你的訂閱 希望這次的喜歡一樣可以到達1000以上 感謝各位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要蓋房子 為什麼要蓋房子呢 各位看到我們周遭少了什麼東西 沒有錯 事情的原委我現在委委到來告訴你們 是一件令人非常傷痛的一件事情 先給各位老頭昨天晚上在幹什麼 老頭昨天晚上在幹嘛呢 老頭昨天晚上在挖垮 你們看看 這邊超多的 乍看之下你們是不是以為這裡是 古埃及的金字塔 並不是 還是什麼 什麼套房的隔間 並不是 老頭昨天花了一點時間挖了一大堆東西 銅礦硫磺 以及 煤礦其實還蠻多的 最多的就是我們的岩石 我們在挖到一半的時候呢 有一隻六等的迅猛龍衝了進來 然後 進來之後首先第一隻被殺掉的是我們總頭龍 然後我們總頭龍就先死了 等到我們趕到陸地上的時候 我也真正看見我們的阿龜被咬死了 所以說今天這一集我下定決心 阿 我要 蓋一個圍牆 把這裡好好的保護住 不然的話 我們會 我們會沒有辦法生存 應該是說這些恐龍沒辦法生存 而且好家在我們的 我們的五齒翼龍 他帶在家裡 迅猛龍沒辦法進來 所以說 他還好逃過一劫 外面的生物除了這個 在籠子裡面的嘟嘟鳥 健行象 兩隻種頭龍 烏龜 還有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誰阿 雙擊龍 還有我們的兔兔 全死光了 呵呵 就大概是這樣子 先給各位報告一下 非常的遺憾 所以說我們今天開始要蓋房子了 那我們要蓋房子的話呢 我們現在身上呢 有非常多 我們這個倉庫裡面非常多的這個阿 昨天的產物 有沒有很誇張 你以為只有這樣子嗎 我告訴你 我還有 不是這個阿 我還有下面 銅錠三十幾個 這裡也一大堆 我跟你講 今天絕對可以把圍牆蓋起來 好不好 我們非要不落說 我們現在馬上蓋 我們暫時先讓這個房子 周圍有一個保護的作用 不然的話 真的 會很難生存 很難過 很難過 武器層 劍氣層裂架 做一個 好 咱們待會一定要可以弄一下 而且呢 我們現在這個等級 已經到達二十八級了齁 咱們這個二十八級 我們可以弄的東西好多喔 要驅從技 學了 不小心學了 抱歉 我覺得那麼早學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我們的這個 野智技藝呢 我們可以做銅劍了 太棒了 待會來做一把 重點是我們 我們同套裝也可以做了齁 我們待會也來做一個同套裝好了 稍微來改造一下我們自己 如果呢 有能 人的話啦 我們金屬盾也做一下 銅毛也來做一下 好不好 讓我們這個身上呢 好好的改造一下 是不是 OK 那我們現在呢 開始準備先蓋一下圍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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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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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